好,我们这一节课程中讲的是关于如何去批量搭接我们的进家账户 有很多的同学在搭接账户的时候,他都是使用一些最土的办法 我们可以来实际的去演示一下 估计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尤其是一些新手 他去搭接账户的时候,他使用的办法是什么呢 首先,搭接推广计划 在这个位置,新街推广计划 好,我们把它输入一个麦子 好,麦子培训,对吧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现在是不是介绍好了 然后再打开 然后再次输入好麦子 学约 这个是什么,SEM系列 大约出价设置一块钱 然后点击确定 并保存 然后在这一块输入SEM 然后点击 在这个位置点击搜索 然后 找到相关的关键词 觉得这个关键词比较不错,对吧 然后SEM课程,我们这个也有 然后SEM培训机构 然后SEM营销培训 然后基础培训 好 选中完成之后点击增加 现在的话已经增加到这个位置 然后点击快速保存 然后它的出价 选择10,选择9块33 然后把这一块设置 这个是一般的方法 然后看到了吗 关键词就已经保存了 然后去推广页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所增加的 在这个是推广计划 点开的话是推广单元 推广单元 然后再次点开推广单元 下面是关键词 是我们刚才所增加的,对吧 这个的话是一般的一些操作 新手去操作的 那么作为一个老手 有些同学说 我想用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的去搭计呢 我这里告诉大家 在桌面上使用 并登录我们的推广客户端 桌面上 如果没有安装这个推广客户端 在百度里面 在首页 在最下面 看到了吗 推广客户端 在百度推广 首页 在这个位置 你也可以找到 叫什么呢 百度推广助手 百度推广客户端 都能找到 好 看到了吗 找到它的官网 找到它的官网 然后 可以在这个位置 安装 再先安装 我们这个的话是已经安装好的了 安装好的 我们点击登录 然后有时候会出现 重新输入手机号码 然后点击验证 点击搜索推广 点击搜索推广 在搜索推广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批量 有一个批量 好 看到了吗 推广计划是不可以进行批量操作的 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去选择 因为推广计划 每一个推广账户可以借一百个推广计划 那么其实也接不到一百个 推广单元这一块是可以批量更新的 看到了吗 然后创意这一块也是可以批量更新的 看到了吗 首先我们登录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快速导出跟导入 批量来管理我们的账户 这个的话是一个批量管理的一个操作技巧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批量导入 这个导入的话是导入一些竞争对手 或者说相同行业 相同产品 相同系列的一个账户 这个账户的话是从哪里导入 从哪里导出呢 从这个位置 假设你有两个相同的账户 通过导出账户信息 看到了吗 通过导出账户信息 导出之后的话 然后通过这一块导入 看到了吗 导出 现在我们导出 好导出的话放到桌面上 OK 放到桌面上 这个的话 但是导入的时候格式发生了变化 看到了吗 导入 然后在这个位置 导出备份账户 这个的话就是说导出备份账户的话 这个格式跟我们导入的这个账户的话 就是一样的了 然后我们刚才导入的账户的话 打开另外一个账户 好 选择 好 我们选择这个 OK 现在的话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推广单元 推广计划 我们在这里面新建一个SEM 然后选择这些设置一般保持默认 在这个位置增加SEM培训 然后设置出价 这是单元的出价 设置一块钱 然后保存 现在OK 这一块显示的是零 然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 看到了吗 然后 有些说 这个 把这个打开 这个导入两个账户 进行切换 假设你有三个账户 或者两个账户 有很多的物料 你拿着去写 你可以用这个办法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些不要的去掉 我们留什么 留推广计划 然后推广单元 推广挂戒词 就OK了 OK 我们看一下推广计划 推广挂戒词的出价 起用 挂戒词的名称 我们把这块去掉 挂戒词的名称 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呢 按F5 然后出现定位 然后选择控制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没有的 然后选择整行删出 OK 现在我们看到了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推广计划 推广单元 把后面的信息 全部处理掉 因为我们还在讲的是账户 然后把这块删掉 我们要的是推广计划 推广单元 关键词 看到了吗 然后我们再次返回 刚才操作的 有一些失误的话 对不对 然后再次返回 看到了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去返回的 你看 然后我们把什么呢 移动访问网址 把这些可以留下 再次返回 我们要增加什么 增加推广单元 然后在这个位置 选择推广单元 出价 然后是一个启用 然后是一个启用 出价 中间这个是启用 你也可以选择文版 选择这个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然后点击下一页 这个的话导致 这个是正在打开中 然后我们先挂闭 OK 先保存到桌面上 格式是CSV 就是这个格式 001 然后点击保存 好 点击是 好 再一次删除 选择001 然后点击这个 看到了吗 这个是推广计划的名称 这个是推广单元 这个是启用 这个是出价 看到了吗 然后点击完成 这样的话 我们就增加了 推广单元是18个 是不是比较方便 对吧 挂戒词也增加了 在这个位置选中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文件夹 也可以选择张天 好 我们来来一次张天的 选择在这个位置 选择推广计划 选择批量增加 看到了吗 按照这个格式 选择张天到这里面 好 推广计划 启用出价 好 我们刚才打开的是这个格式 然后再次打开 打开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推广计划 然后推广单元 然后是出价 我们把这一列复制掉 复制的话 粘贴到Excel里面 为什么再一次切换呢 因为这个是什么呢 粘贴过来 选择性粘贴 我们刚才那个没有复制过来 好 复制 然后 你要分清这是什么 然后你怕弄错在这一块 选择推广计划 推广单元 在右侧这一块选择关键词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关键词我们暂时不要 对不对 好 我们把它去掉 启用 这一块是出价 然后这是单元的出价 OK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已经好了 这一块是单元 这样单元的话 有一些说 这样弄会重复啊 好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在这个位置 把这一列复制 复制的话 粘贴到这里面 把第一行去掉 然后选中 然后在数据里面 有一个叫删除 删除重复项 看到吗 我们所有的重复项 就已经被删除了 空锤加A 这一块就是我们 所选中的推广单元 OK 选择启用 然后双击 然后再次双击 这一块也是双击 然后我们把这一块复制 把第一行去掉 复制 如果你的数据特别多 鼠标放到这一块 按住 Ctrl键 然后 按住 Ctrl键之后 鼠标不用叠 鼠标不用动 用键盘上的方向键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Ctrl加A 缺血 缺血完成之后 粘贴到 我们刚才所选中的 这一块 推广单元 选择批量增加 粘贴到这一块 看到了吗 然后点击下一页 增加了18个推广单元 点击完成 OK 我们刚才所增加的 你看看 一秒钟搞定 有一些找不到这个物料 去哪里找 我们教大家方法 然后我们先把这块跳出 先把这块关掉 这个的话是不是一个方法 公共有很多同学 不会去操作的 如果你是老手 估计是比较熟悉 如果你是新手 真的没有操作过 我们看一下 还有什么方法 客户端 编辑栏里面快速 我们看到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方法 什么 百度文库里面 去寻找相关的文档 然后在这个位置 我们找到文库 点百度 点COM 然后在这里面 找到 XLS 在这块找什么 找关键词 找什么关键词 我们找复刻 复刻关键词 看到了吗 复刻进架关键词 点开 然后我们再去找一个 并种分类 看到了吗 然后 最全账户关键词 看到了吗 你要找一些 有一些向载的话 它是零 这一块向载的话需要一个向载券 因为它的关键词的页数比较多 2731 一个向载券 这样一个向载券的话 可以有多少个关键词 你看 有1200页 分好的 账户关键词 看到了吗 多不多 整形美容的130多页 多不多 这些关键词 哪有些就直接可以用的 肿瘤的 看到了吗 肿瘤医院的关键词 看到了吗 还有K2 广告的 这些都有了 都有了 看到了没 通过这些方法去找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 是在哪里呢 叫查询 哪 好 这里面去采集我们的关键词 查询点 拉 然后 斜杠 这个 53627 然后登录你的用户名 或者是说选择注册 首先是选择注册 然后这块我们已经注册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这一块搜索 云南旅游 旅游 然后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采集的关键词有多少个呢 有6万多个 好 我们搜索一个 南科医院 然后我们看一下 能采集到多少个关键词呢 16万多 我们16万多的关键词基本就够了 对不对 这些是不是方法 然后拿来分词 分词工具的话百度上一找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QQ群论坛 找物料 这块是物料 那么物料的话 这里我就不再进QQ群去找 我们看到工颈细肉 还有一个是肛肠疾病 好 工颈细肉是不是一些复刻的疾病 然后我们看一下复刻的疾病的话 我们可以找到 空脆加A缺血 空脆加H 把什么 工颈细肉 把它什么 工颈 工颈细肉 工颈细肉 换成什么 换成药流 流产嘛 就是人工流产 人流嘛 就经常说的 然后点击全部切换 看到了吗 这些是不是马上就换成我们自己的了 好 北京 上面有北京 我们一页不在北京了 空脆加A缺血 把什么 把北京 换成上海 OK 先换 看到吗 是不是别人用好的这些关键词 上面的话估计会有一些 具体的一些区 就是说上海的浦东区 对不对 北京的海地区 像这些的话记住大概的去查看一下 有没有 如果涉及到这些区把区换一下就OK 这些账户的话直接推广计划 推广大员 关键词 出价 你自己去设置 解答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长的 推广计划 推广大员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钢列 钢列空脆加A缺血 像这些是太简单了 空脆加A H 然后把钢列 画一下 画成什么呢 好 我们画一下 钢肠炎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病啊 钢肠炎 或者是钢肠癌 癌症的话不可以 瘤 就钢肠发肿瘤啊 钢肠瘤 然后我们看一下 空脆 看到了吗 是不是已经全部切换成自己的了 看到了吗 北京专制 然后这样的话有北京 好 我们把它换一下换成西安 空脆加A起 全部替换 是不是马上就换成自己的了 西安的 全部是 对不对 然后这一块选择保存 保存完成之后 选择上传 我们刚才是不是操作过上传 对吧 这样的话 你的账户是不是就基本差不多了 然后再把价格这一块选择批量上传 匹配模式增加 我们刚才是不是看到了关键词 匹配模式 然后这一块是出价 然后这一块是出价 这一块是访问网址 移动访问网址增加自己的网址 然后在刚才的那个Excel里面 Excel里面 Excel里面的话我们刚才那个是不是有点错误对吧 然后我们格式错误 打开 然后把这一块选择 另存 首先我们要把什么 里面我们打开的时候把网址这些全部增加上去 然后是关键词的匹配 匹配 这些全部增加完成之后 然后点击另存 另存为桌面上 点击浏览 选择放到桌面 格式发生了变化 是什么格式呢 叫CSV格式 CSV格式 我看一下 是在哪里 这个叫 这个格式 然后点击保存 点击确定 点击是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 然后点击是 点击保存 然后再次 OK 然后加一个命名 因为有一个重复的 OK 就是这个 这个的话 我们通过客户端 选择增加 选择增加 选择文件夹 选择有一个 1的这个 马上 数据就出来 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没有增加 比分模式 所以会有一些 出些错误的 按照这个格式 关键词 要把推广计划 跟推广单元去掉 也可以选择 粘贴 看到吗 启用 这块就变成了启用 这是推广单元 要把这块 划成关键词 看到吗 这块出价是有的了 访问网址一增加 然后点击下一页 点击下一页 新增挂戒词有多少个 然后点击完成 然后访问网址 这些为什么绝不是空呢 因为我们刚才在 Excel里面去没有增加 这个比较简单吧 好了 那么怎么去替划账户呢 快速的搭接账户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一块 好 本次课程到此结束 感谢学习 拜拜 下一节课程中 我们继续讲解